美国卫星监控中国黄河20年 拍了一组照片 不料彻底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长江与黄河竟然合并在一起了 现场画面曝光 彻底轰动全球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秦岭是我国南北分界线之一 是华夏的龙岸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砸穿秦岭底部 是长江 黄河两大流域相连通 这也正是美国卫星看到 中国黄河与长江合并在一起的原因所在 此项工程也被誉为引汉纪卫工程 估计思议就是将长江支流汉江的水源 通过饮水输送的方式流入到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中 但是汉江与渭河之间存在中华龙脉 便是威尔的秦岭山 为了能够完成此项超级工程 中国工程师直接凿穿秦岭山脉 最终将长江与黄河的水源融合在一起 那中国为何不惜一切代价要完成此项工程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水资源分布差异明显 整体呈南多北少 东窟下信的不平衡特点 流域的年静流量仅占长江流域的6% 黄河流域常年缺水 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处于西北地区陕西省的水资源问题十分突出 急需解决 南水北到西线工程为陕西带来了一线希望 但自1952年勘察西线线路以来 受特殊气候和脆弱生态因素等影响 南水北到工程核实立项还无法确定 陕西核实能通上水更是难以预测 就算是西线通了水 还是解决不了为何棘手的供水问题 不少六七十岁的老前辈一定记得 在80年代初 陕西你是我国最缺水的城市 90年代时 关中地区的黄河流域居然断流了 断流长度达到上百公里 由于降水量少和气候干旱 黄河的各个支流都缺水了 而黄河流经的关中和陕北地区 总面积占全省的一半以上 人口占全省近八成 而水资源的供给却连30%都不到 1995年下 古都西安遭遇了150多天的大旱 当时西安市的可用水量还达不到平时的一半 只能靠大量抽取地下水 而过量的开采 令西安产生了地面沉降 最深达2.6米 钟楼下沉并且底座裂缝扩大 大雁塔倾斜等一系列问题 缺水的阴影一直营绕在关中人民心头 生活深受影响 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陕西还好几次与布局制造业的良机擦肩而过 缺水已经严重危及到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当时我国的水利部长前正应甚至呼吁全国抢救陕西 无奈的是 在黄河闹水荒的同时 长江却是连年红浪 而秦岭就像是一堵巨大的高墙 将旱江和温水分隔两地 引旱继位工程正当及时 可以缓解关中缺水难题 让陕西甩掉干旱缺水的帽子 经过多年调研 2011年12月8日 引旱继位水利工程正式开工 该工程由三座水利枢纽 三座水库和两条碎洞组成 与修建公路铁路不同 水利工程需要遵循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 不能翻山越岭 引旱继位工程的大概流程是 将长江支流汉江上的黄金峡水库的水 通过水泵抬高100多米 从黄山隧洞自流进入三河口水库 然后再通过98公里长的秦岭隧洞 自流到黄池沟水库 最后送到关中平原 工程的源头在黄金峡 由于黄金峡第一三河口100多米 我国投资十多亿元 修建了一座大型泵站 泵站可以一秒钟抽70立方米的水 通过竖井将汗水送到高119米的隧洞里 再通过16.5公里的隧洞 自流进入三河口水库 三河口由礁西河、湖河、温河汇聚而成 经大坝拦截后 三河口形成一个偌大的水库 蓄水量相当于3.5克黑河水库的水量 从三河口水库向西 也有一个隧洞 整体形成一个梯形架构 三条隧洞协同合作 当从汗江而来的抽水量太大时 多余部分经控制闸 泵站抽水 进入三河口水库存续 当抽水量太小时 有三河口水库放水补充 再往北 是一条长达81.6公里的秦岭输水隧洞 这也是整个工程最为关键的部分 秦岭是我国南北分界的屏障 也是该工程最大的阻碍 只有从秦岭最深处打通隧道 钻山而过 汗江水才能顺利流出 从底部凿川秦岭 是人类史上的首次尝试 秦岭底部石英含量高达96% 都是坚硬无比的花钢岩 就像是钢板一块 凿川的工程难度极大 需要用到一台专攻应岩的 TBM隧道应岩绝境机 在地下连续作业 这个绝境机 就是人们俗称的动垢机 它长320米 直径8米 像一条钢铁巨龙 工人们亲切地叫它穿山甲 它依靠刀具的转动来打通岩石 刀具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会磨损 必须更换 与引汉机为工程类似的 辽西饮水工程 在施工的同时同样采用了 TBM应岩绝境机 在绝境过程中 一星期更换刀具数目不到三把 而秦岭输水水洞 一个星期的刀具更换数量 竟然高达123把 正常状态下 这只巨瘦每月的绝境长度 只有约150米 在2000余米的地下 隧道内的地质条件极其复杂 施工环境难以想象的艰苦 隧洞中的最高温度 可达40摄氏度 湿度常年保持在90% 工人们非常容易中暑 施工中 强灶 延爆 涌水 踏方 有害气体等灾害叠加发生 打通这一隧道的工程 被我国众多地质专家评价 其施工难度是世界上更古未有的 在具体地质条件的影响下 我们选择采取钻爆法 分别是使用钻爆法 无轨运输施工通风7.2公里 使用TBM法 独头绝境施工通风16.5公里 以及隧道相向贯通27.3公里 2022年2月22日 隐汉即为工程 秦岭输水隧洞已全线贯通 由于我们的各项安全保障严格到位 工人们从未发生过一起重伤及以上事故 2022年工程掉水量 将分别达到11立方米 一季2030年将实现调水15一立方米 约等于100个西湖的水量 隐汉将水路关中 补充了黄河的水资源 给我国的长江 黄河两大生命之河 增添了新的连接纽带 此举大大缓解了关中的用水紧张问题 解决西安 咸阳 魏南 阳陵四个重点城市 11个县 5个工业区的生活及工业用水问题 总机会集2348万人 1500万亩耕地实现油水可灌 还能带来7000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使地下水恢复财富平衡 为了克服难题 中国采用新设备 研发新技术 把遇到的困难一一克服 可能有人要问 投入那么多钱 还那么辛苦 真的值得吗 答案是值得 因为这一世纪工程 成功解决了陕西省的缺水难题 每年能够从汉江引入6到7亿立方米的水 几乎相当于50个西湖的水量 陕西省内的西安 咸阳 为南等21个关中地市区县的缺水问题得以解决 用水需求得以满足 不仅在当下让1411万人从中受益 还汇集炎黄子孙后代无数人 而且在建设的过程中 我国攻克了隧动超一岩绝技 大坝混凝土温控防裂等技术难关 申请相关专利116项 发明专利7项 编撰著作7部 北后是留下了影响甚远的挖掘隧道的高尖技术成果 让我国的基建能力更上一层楼 这些都不是金钱能衡量的 未来 岂江浮射陕北榆林和沿岸 突破长期制约发展的水资源瓶颈 促进陕西全省的循环经济发展 在秦岭附近生活着许多珍稀野生动物 包括猪环 大熊猫 金丝猴等 在尹汉几位水利工程方案设计线路之时 科学严谨的设计师们对于他们的活动区域 进行了大量周全而细致的调查 最后决定绕开动物活动频繁的地区 路线尽量选择人类活动多的地区 使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达到了平衡 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野生动物 治水兴勤 尹汉几位水利建设的影响重大 水利建设的意义是工在当代 立在千秋的尹汉江水北上 解关中之渴 润则三秦大地 如今西安人民已经喝上了期盼已久的汉江水 多年的愿望已成真 经济腾飞指日可待 半条腿已经来入了大城市门槛 在我国的治水史上 尹汉几位工程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的建设工在刚代 立在千秋 向尹汉几位超级工程的建设者们致敬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